在现代社会节奏越来越快低年代,很多成年人都是非常的繁忙,上有老下有小,都需要自己来养活,只能疯狂地赚钱养家,以至于也忽略了亲情,很久再回家一起,没时间陪老人孩子说说话,以至于导致了无数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出现。 明明老人有儿女,孩子有父母,却只能孤独地守在家中,让人感慨,却没有什么好解决的办法。 在这样的社会难题下,知名主持人何炯却为大众做出了正确的示范,7月3日,有网友在网上晒出了一张关于何炯的照片,原来当天何炯工作暂时不忙,回家了,何妈妈高兴万分,亲自下楼接儿子,母子俩一起上楼的时候,被网友认出。 何炯微笑回敬网友,非常的热心,还为网友拦电梯,非常友善,更让网友疯狂点赞的是,在等电梯的过程中,何炯虽然是面向电梯,但是手却一直向后,一直在拉着妈妈的手,不停地回头陪妈妈说话,非常的暖心,非常的友爱。 网友感慨,何老师真的太孝顺了,虽然只是简单的一个牵着妈妈的手的动作,但是大家却非常感动,毕竟别说娱乐圈了,就算在普通人的生活中,这样大年纪的儿子还能牵着妈妈的手,真的是非常难得了。 其实,身为主持人和演员的何炯,一直都是非常的繁忙的,不但快乐大本营向往的生活一等综艺节目要录制,还有各种活动和商业,何炯也需要到处去奔波,参加的。 另外还有话剧,影视节目的拍摄等等,可以说是忙到休息的时间都很少,非常的劳累了,但是,在忙碌劳累的工作中,何炯却并没有忽视家人,也是尽量抽时间回家去陪伴家人。 据何炯的邻居爆料,经常能看到何炯回家看望妈妈,虽然时间不多,但是这份心意却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。 在此,小编也希望空炒老人,留守儿童这个社会难题能妥善解决,所有的老人都身体健康,孩子孝顺,经常能和孩子在一起,想尽天伦之乐。